中文字幕——YK 接下来请收看菩提系列 阿弥陀佛 各位大德 我们要跟大家再继续来探讨 善才童子五十三餐 我们之前就是跟大家一起来 跟善才童子我们也好像在参学一样 总共参学六位的善知识 我们知道这六位的善知识 其实他们都是在修菩萨行 而且都是大菩萨 虽然他们所献出来的像 有比丘 有居士 有长者 那么都是大菩萨的境界 就是都在度化众生 所以善知识 可以说是对我们在学佛上面 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在介绍善才童子 这样的参学的善知识 我们就会觉得我们实际上 就很羡慕 而且非常的崇敬 这一些善知识的这种大慈悲 大愿力 而且大神力 可以这样子的度化众生 那我们基本上应该就是说 我们在学佛的过程 一方面 我们自己本身 应该是要约束我们自己的身口 一三叶 能够尽量 循着戒定慧这样的一个基础 另外我们在友善知识的 这样子的一种可以学习的对象 这样子的高的境界 在目前来说 我们都不是容易学到的 可是就是让我们起向往的心 而且也让我们可以了解 诸佛菩萨的慈悲 那我们从这个里面 也是能够知道说 每一个人 那实际上都可以去发展 我们自己的能力 那因为诸佛菩萨也是 由修学而来的 所以我们就是 也当做一个学习的对象 来鼓励自己 这样 那我们现在 就是要再跟大家 一起来探讨第七位 我们之前 就是介绍了 德云比丘 海云比丘 山柱比丘 迷茧大士 解脱长者 海云比丘 这六位 那我们要进入第七位的 一位修舍 幽婆仪 之前 那么在经文里面 就特别介绍 善才童子 那么他离开了 法床比丘之后 他特别在心里 对于善知识的这种感恩 感念 所以他自己心里 深深的 就对善知识 就是特别有这种 这种心里的一种感受 所以他 就是特别赞叹善知识 就是 在经文里面 就介绍到说 善才童子 他就是感受到 善知识 就是 对我们 在学佛 那么就是有很大的一个 引导的作用 那么他自己本身 也是承蒙善知识的 这一些的慈悲 这一些的智慧 这一些的神力 然后 他也受到善知识的教导 因为每一位善知识 就等于是 把他自己的这种 实际的这种正道的境界 都显现出来给善才童子 能够直接去观察思维 所以这样子就是一个教化了 那除了语言以外 那么就是这种身教 那身教就是直接就是显现出来他们的境界 所以其中有很多位 他们直接就可以到佛的国土 然后有的就是佛跟诸大菩萨就显现在他的身上 所以这些就是依照善知识的这种神力的这种教化 然后也透过善知识的语言 也是一种教化 等于是说教化的方式不一样 然后善才童子 他又感受到就是因为善知识的这种慈悲身心的这种慈爱 所以就是受到善知识的这样的一个利益 所以他就心里就是怀着这样的一个感恩的这种想法 他说因为善知识就让他可以见到佛 因为这里面有很多位都显现到十方乃至 就是无量无数的诸佛 那也因为善知识就让他听闻到佛法 所以善知识是他的师父 他说是我师父 就是等于是他的老师 善知识就是视线教导他诸佛的佛法 每一尊佛他在教化的这种过程 也都是透过这几位的善知识的身上显现出来 所以说善知识是我眼目 善目就是说是我们能够见的这种依据 所以我们通常说一位佛出世是人天眼目 因为我们虽然有眼睛 可是我们看不到真理 我们看不到这样子的世间的真正的存在的本质 我们只是看到外相 我们用我们自己本身的这种习性 那我们所看的就是只有表面而已 所以说要真正觉悟的有修行 那么实际的证悟的 那么他看到的一切的这种境界 就不是只有肉眼看得到的 那这样子的一种很维系很深入的这种境界 实际上也不是说好像是一种想象的 或者是好像很神秘的不是这样 而是当我们的心维系安定下来以后 我们不是只有透过这个肉眼 而是透过我们的心的那种维系的那种能力 那么观察到这一些事物这种种种的事情 原来是有一个因缘 有一种因跟果的关系的 然后我们自己本身所做的事情 实际上都会影响到我们将来所承受的这个果 所以起心动念我们所做的身口一三叶 都是有影响的 所以这样的时候呢 就是会让我们了解到实质上我们应该要小心 然后呢我们应该怎么样做才会真正利益我们自己 所以说我们一般说能够避喜 这个避凶那么可以化凶那么能够趋向善 然后得到这个趋于吉或是善 那这样子呢我们就可以渐渐减少这个恶的部分 所以这个地方呢就是善才同志 因为他本身实际上他的境界已经很高了 所以他跟所参的善知识这样子的大菩萨形 他都可以领会得到 所以表示他的境界就是这么高了 所以他呢才能够去了 那么就都可以体会得到 所以呢 说善知识是我眼目呢 也就是说开了我们这个凡夫的这种肉眼 所以说有这个肉眼以上有还有天眼 法眼会眼到佛眼 所以这个眼实际上说我们能够见的这种层次 越深入越微妙越看到事物的真相 那到佛眼呢就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了 所以呢说善知识是我们能够打开我们真正了解事物的真相 所以是眼目 那令我见佛如虚空故 就是看到这么多的佛 就是这么多的佛像虚空一样无量无数 虚空好像是没有边界的 所以实际上在我们这个世间 说过去所成佛的 现在的佛还有未来将来成佛的 都是无量无数的 所以呢也是透过善知识的因缘呢 才让我们知道 不然的话我们众生的心 我们所看的就是有相的 听的也是有形的 所以在这个世界里面呢 我们可能就是越看就是越有这种局限性 那透过善知识才能够打破这个局限性 而能够有这种无量无边 不可思议这样的境界 那善知识者是我经济 就是能够让我们从凡夫的 不只是说离苦得乐 而且呢还能够真正的发菩提心 然后行菩萨道乃至成佛 所以呢这等于是让我们可以通往 成佛的路上的这样的桥梁 或者是这种搭船的这种码头 所以叫经济能够救济我们 那能够依照善知识的教化 令我得入诸佛如来的莲花池 这样子的原因 所以在经过了这位罚床比丘之后 那善才同志呢 特别心里呢就是先做这样 对善知识的这样的一种感恩跟感念 所以呢他就一边这样子的这种心念 那可以说念念不忘三知识的这种恩惠 这样的利益 所以他慢慢的又往南行 所以他就是一直都是从遇到文殊菩萨以后 他就一直都是往南 所以这次呢就到了一个海潮处 就是等于是海边 那么就真的看到罚床比丘告诉他的 是海床比丘 不是罚床比丘 海床 海床比丘 告诉他要去这个浦庄园园 就是有一个这个花园 非常的庄严 这样子的地方呢 要去见一位羞舍 幽婆仪 所以他往南真的到了这个地方 结果呢那个地方呢 就是非常的 就是美丽 所以这个围墙都是有这种珠宝 所装饰的 然后呢一层一层的 就是都有这种围墙围绕起来 那这个花园里面呢 有很多的这种宝树 那宝树呢就等于就是说 这个树呢 它可能树叶啦 或是有花啦 有果实啦 那么都是像珠宝一样的 一方面也许是透明的 一方面是闪闪发光的 那么这里呢就形容说 这些宝树呢 就是一排一排的 那很整齐 然后呢就是长得呢 都是很光亮 所以这边都讲庄严啦 庄严实际上就是说 很美丽啦 就是好像这些树呢 特别的让人家看得很欢喜 这样 然后呢一切的这个宝花树 这些树呢还有开花的 那这些树呢 它的花呢就像下雨一样 所以会 就是掉落这一些很微妙的这一些花 所以这个花呢就叫做妙花啦 众妙花就是不同的 这种很微妙的花 我们一般说就好像是天上的花一样 那么不散其地 所以地上呢应该都是花 所以这个花呢应该不是说是枯萎了 而是呢这个树上本身它就会 就是下这个花呢 等于也是庄严这一个地方 那应该有这些花呢也都是很香的 所以呢我们在佛经里面 一般都是说这个里面在描写这个自然界 实际上就是很美 自然界的这种自然的文学 这种描绘这种自然界的这样子的微妙 树啦花啦水啦风啦都是非常 就是随我们的这种人的喜欢而显现出来 所以呢这个树呢 也都会下这个很微妙的花 还有呢宝香树 就是有花开花的树 也有的树呢它可以散放香味的 所以说香气分韵 分韵 那这个部分呢我们就看到经文里面 这种文字也是很优美 因为这个分韵呢就是意思呢就是说整个氛围啊气氛非常的和谐 那这边呢就是表示说这个香气啊让人家听了闻了以后呢就会非常的舒服 我们现在大概就是说分多金吧 大概就是树林里面有分多金嘛 所以你闻了以后呢 实际上它并不是说一定是我们那种很香的那种香 而是你就会觉得那种很自然的清新的感觉 那这个就是充满了这种分多金呢 我们说它这个里面呢就是让我们的这种头脑 就是可以去除这些我们说这种负面的离子 有没有 所以有负离子呢让我们可以 就是自然的 那我们就是普通我们用的电啊 或是我们用的这些人为的这一些光啊或是怎么样 它那个就是正电 它就是消耗我们的这种气力的 可是呢自然的啊像在瀑布啦或是这种森林里面呢 它就是负离子 那这个负离子就是自然性的 那我们闻到了以后呢 我们就好像是充电了一样 所以为什么说我们要到这个山里面啊 多去山里啊水边啊去走一走啦 我就是要去吸这个自然气 是这样那这样呢 就是香气纷纭呢 实际上也就是说这个香气让我们闻的呢 就觉得特别的心情很愉快 然后呢就自然呢我们就觉得精神就很好 是这样 那普勋十方 就是一切的地方 就是都有这样的一个氛围 那一切音乐树 哦这个树呢 这个树呢还会奏音乐的 风动成音啊 所以这个就像说 这个阿弥陀经一样啊 这微风吹动啊 珠宝杭树了 然后就是出荷雅音 那就是说这些树呢 它就好像是本身呢有点像琉璃的这种性质 所以呢风吹的时候呢他们互相之间呢就出的这种声音啊 不只是沙沙沙啦 那就好像在咒乐一样 就有一种曲调 就是不容易呢 听起来呢就非常的这种和谐 所以其音美妙过于天悦 所以这个地方呢 就是这位修舍 悠伯仪所住的地方 那 那这个是树上的这些的这种微妙 然后呢还有一万的玉尺 就是这么多的这种池水啊 那重宝合成 那就是表示这个池底啦 或者是这个池的这种周围啦 也都是用这种珠宝合成而 弃成的 那七宝兰筍 那就是有这种好像这种水的这种 这可能旁边也有这种像我们说 这种好像 防止这个水啊 就是流出去的这样的一层一层的啊 这种栏杆啊 那就是围栏 就是周渣围绕 还有七宝街道 就是这个池水呢 还有街道可以走下去的 那所以这个水池呢 本身呢是有规划的啦 那 四面分布 就是周四面都可以下去的 那这个 这边都是形容这个玉尺 那这个里面的水也是八功德水 我们就是说这个水呢 就是非常的清净 然后呢喝了又很干美 然后它的温度呢适中 那么喝了以后又有滋润的作用 那就是又让人家心里可以保持安定 那喝了以后呢 我们心就可以生这种善心 所以这个水本身啊 它可以随我们自己的意念想要它 限什么样的温度或是限什么样子的这种 感受呢 这个水它就好像随我们的意而可以显现出来 那当然这个部分都是好的 所以叫做八功德水 它可以助长我们心的安定 愉快 善念 是这样 所以呢 湛然隐满 就是很清澈的 而且这个水呢也没有缺少 随时呢 都是 就是 就是 很满这样子 起水香气如天沾潭 所以这个水也是有香味的 金沙布地 就是水池的底呢 是有金色的 那就表示呢 这个水呢 就是很光明 那水清宝珠周片见错 就是里面也有宝珠 那 除了水池以外啊 那天空中呢 就有这些鸟 所以 真的像 这些极乐世界一样 都有这样子的一种 很殊胜的一些 植物啦 水啦 还有动物 就是鸟 就是福燕 就是野燕 那么孔雀 我们就知道这孔雀 因为它的颜色漂亮 然后呢 巨子螺鸟 巨子螺鸟呢 也就是我们一般说的 就是 就是杜鹃鸟 杜鹃 那杜鹃鸟呢 它本身 那 就是长得很丑 就是 不是很好看 那 它呢 声音就非常的优美 称作巨子螺呢 也就是因为 照 这个印度的 这个 这个 本来的 这个佛经里面的这种文字 那照它的 这个音译的 所以叫巨子螺 所以也有叫做巨子螺 刺 就是那个音 就是翅膀的刺 那都是一样的 那么 在这个水池上面呢 就还有这个鸟 所以 这些鸟呢 是在水池上面 那么 或者是在这个树上的 那么 都是 很多这样子的一些 又好看 那么声音又好听 的这些鸟 所以它们也是出 荷雅音 这荷雅音 最主要的就是说 它所叫的声音 都是很优美的 让我们不会觉得很吵 有的像问我什么 我们 不喜欢听到这个乌鸦叫 有没有 这个乌鸦的声音就 呱呱呱就很吵 这个声音呢 就不清脆 也不美妙 它那种声音呢 又很凄惨 所以一般我们 中国人就听到乌鸦叫 就觉得很不吉利 所以 我们现在经文里面呢 浮雁 孔雀 巨子螺 这些杜鹃呢 大部分都是 我们人间就比较稀少 然后声音又优美的鸟 还有宝多螺树 宝多螺树第一个宝是形龙 形龙这种树 他是很珍贵的 或者是说他这个树上就好像是珍宝一样 所以前面说宝花树或是宝香树 那一样是形容的 那多螺呢也就是说是属于高大的意思 那他这个也是泛文的音高大 这边的树都很高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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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呢 都是像宝 这个宝石啦 珠宝一样的 那么也是周渣行列 就是一排一排 或者是围绕的这个水池啦 那么这样子呢 都是非常的茂盛的这样子的一个树 那富于宝王 所以这个树上呢 有很多的这个宝 来装饰的这个像王一样 也不是说这样给他王起来的王 而是说这个树上都是珠宝 是这样啦 那周遍观察 所以这个是 这个是富于宝王垂株精灵 就是是属于这个树上的 就是还有这种铃铛啦 好像我们现在一般就是什么 就是这个圣诞节的这种圣诞树就挂着精灵 有没有 那原来我们在佛经里面的这样的一种 很优美的花园里面的树呢 也吊金灵 所以我们像在寺院里面的四角也会有风铃 那风吹了就叮叮叮叮这样子 所以呢这个呢都是有清脆的声音 因为铃铛的声像我们佛教要摇灵啊 灵啊 那么这些呢都是能够震破我们的这种 这种听觉 然后让我们呢 就是阻止我们的这种望面 所以它有降魔的作用 它是清脆的声音啊 就好像是地藏王菩萨的那只 这个席帐一样 它就叮一下 它上面也有铃铛啊 所以呢 这个都有这种震破这种魔君的这种作用 所以垂珠精灵呢 一方面也有这种声音呢 清脆的声音啊 让我们起这种微妙的心 所以微风徐遥横出美音 这树上的这些灵呢 它们就会出这样子的美妙的声音 所以这个时候呢 就是善才童子啊 他就进入了这个朴庄严园 朴庄严园 就是这里的一切都是很庄严的 庄严实际上就是美妙美丽的意思 装饰的很好 那么他就周遍观察呢 就是到处呢 他最主要的呢 就是说看到这些树啦 浴池啦 他都每一个每一个 他都很仔细的去观察 都是很有心的 很仔细的用心的去观看 都有去欣赏这样 那就见到这个修舍幽婆仪 坐于庙座 就看到主角了 这个朴庄严园的修舍幽婆仪 这一位是我们现在讲到 这个第七位啊 是第一位出现的 就是等于是说 女众 女众的大菩萨 那他名字叫做幽舍 修舍 那称作幽婆仪啦 那幽婆仪呢 最主要的因为他是以在家的身份 那实际上我们 在佛教艺术的这个造型里面 我们看到的 文殊菩萨 观世音菩萨 实际上都是在家的身份 因为都有头发 那大菩萨里面只有 地藏王菩萨是献比丘相 那其他的 这菩萨的都是 都是在家菩萨相 所以他这边呢 主要强调他是女众 所以用幽婆仪 那不然的话呢 他就是大菩萨了 那幽婆仪 这是我们一般说的 佛教的这个四众 就是出家二众跟在家二众 那如果男的就是幽婆舍 女众就是幽婆仪 那基本上呢 就是要三规五戒 实际上也是要三规五戒 才算佛教徒 是这样 那这位修舍 幽婆仪坐于妙座 所以在这个 普庄严园里面呢 就有一个地方 那么就肤设的这样的一个 就是座椅 那么修舍幽婆仪 就坐在那里 所以呢 这位善才童子呢 他就看到了以后 就很高兴啊 所以他就赶快呢 屈前去顶礼 修舍幽婆仪的这个脚了 这等于是接触礼 这等于是最有礼貌的 尊贵的这样的一个顶礼 所以顶礼以后呢 又闹无数诈 就是闹着修舍幽婆仪无数诈 所以这个也表示 他的心在闹的时候呢 就是安定下来 然后观察这一位修舍幽婆仪 然后让自己的心呢 也是要起这样的一个恭敬心 所以在闹塔啦 闹佛啦 实际上都是有很深的意义 就是让我们的心要沉定下来 然后对于我们所闹的这样的对象呢 要起恭敬心 要去思维他的功德 是这样的 所以呢 他闹了无数诈以后呢 就向修舍幽婆仪 他就讲话 实际上呢 他也是向修舍幽婆仪请问 他说圣者 称他为圣者 我已先发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先就是说 我已经了 我之前我已经发了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心了 所以他已经发了要能够成正等正觉的这样的 度化众生的心了 那他想请教 修舍幽婆仪 他为之菩萨 云合学菩萨行 但是呢 他还不知道 应该呢 要怎么样子来学菩萨行 就是说他已经发了阿尿多罗三百三菩提心 那就是要去学做菩萨嘛 可是他不知道怎么样子来行这样的菩萨行 然后呢应该怎么样子来修菩萨道 所以他来到这里呢 他相信修舍幽婆仪呢 能够呢就是寻寻善佑来教导他 所以他祈求修舍幽婆仪呢 跟他能够说这样子的方法 所以等于是教导他 所以修舍幽婆仪啊 所以就告诉他 等于是回答善才童子 说善男子 我为得菩萨一解脱门 他说我只有得到一个菩萨的解脱门 我就只有一个 他怎么样子的解脱门呢 他就是说若有见闻意念与我 只要有人看到我 或是听闻到我的名字 或者是意念我 那么与我同住 跟他住在一起 还有攻击我者西部堂娟 都不会没有得到善报的 西部堂娟 堂娟呢等于是白费力气的 都不会虚 就是虚虚的浪费 就是没有得到这样子的善报 所以呢他这边呢 也等于就是说 他的这个菩萨一解脱门呢 就等于是说 只要有众生看到他 听闻到他的名字 还有意念他 或跟他同住 或者是供养他 那么就会得到善报 就他的善报呢 最主要的应该就是修舍又婆娟 一定就会度化他 是这样 所以说西部堂娟 那在这里啊 就是说与我同住攻击我者 与我同住呢 当然是如果去到修舍又婆娟那里去了 那不过如果我们以我们现在的体会 应该就是说 如果我们供养他的相 就是跟我们同住啊 就是请他来住嘛 是不是那我们也跟他住 是这样啊 像我们供佛啦 供菩萨 那我们也是每天就是拜佛了 礼佛了 那这样的时候 佛菩萨不是跟我们同住吗 对不对 那供给我者也等于就是说 我们都是时常都会去供养 那供养 我们有佛菩萨像的这样的像 我们也供养 也算是供养 所以呢 这个部分呢 就是修舍又婆娟的 菩萨解脱门 那么他是说 相反的呢 如果有众生不种善根 不种善根 我们通常说善根 善根深厚 那就是说 他没有修任何的这种行善的事情 就是说有试用一个善的行为呢 实际上就是种一个善根 所以说如果众生呢 他不种善根就表示说他 都不做善 那么他也不为善有之所设受 那善有呢 实际上也就等于是说善之士啦 菩萨啦 善有啦 那么知道怎么样子行善 知道应该要行善 这样子叫做善有啦 那不是说 一般泛泛的 而是已经明确了 应该要行善这样子的 所以应该都是菩萨啦 那如果不为善有之所设受 或者是不为诸佛之所互念 因为诸佛呢 就等于是说是很慈悲的啦 那都连诸佛都不互念了 那这个情况应该就是说 这些众生他本身呢 都是背着这个善道 背着这种菩萨行 背着应该做的正确的事情 不做而相反的行恶 对不对 那这些的众生呢 实际上并不是说 诸佛菩萨不射受他们 不互念他们 而是他们自己要往 这种不好的路去走啊 所以这样子的人呢 终不得见于我 是这样啊 那菩萨在前面啊 那我们自己本身一定要往这种 不好的路去走啊 那我们也没办法被佛来射受到 所以呢 善男子 其有众生得见我者 介于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不退转 所以呢 就是如果能够看到他的呢 那么看到他的第一个有信心 第二个有恭敬心 而且能够愿意受教化 其实能够见到佛菩萨呢 应该是有这样的一个 含义在这里啦 那不然的话 如果善才同志 他没有这个信心恭敬心 要受教的心呢 他就不会听了就赶快去啦 他就自己跑就完了啦 或是跑去其他的地方了嘛 所以呢 这个部分啊 就是说 是修持悠婆仪他讲的 就是他的这个菩萨一解脱门 实际上就是说 只要有愿意去见他 那么听闻意念 那供养同住 那么就可以得到他的这种色寿跟护念 而且呢 就可以在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发心了以后呢 就不退转 所以这个部分呢 就也等于 他实际上也是 向善才同志受祭了嘛 对不对 就是善才同志见到他了嘛 所以也表示说 善才同志也 发了这样的心 就不会再退转 所以修持悠婆仪呢 他就继续再说 善男子东方诸佛常来至此 处于宝座为我说法 而且除了东方以外 还有南方西方北方四方 还有呢 四围上下就等于是十方 一切诸佛也都昔来至此 处于宝座为我说法 所以呢 前面是讲的修持悠婆仪度化众生的方式 那这里讲的呢 就是说他自己本身 还在很精进的修学佛法 所以诸佛呢 也都陷在修持悠婆仪的地方 为他说法 是这样 所以呢 他这个地方呢是很殊胜的 所以他又跟善才同志说 善男子我常不离见佛闻法 所以他一直本身呢 他度化终生 然后他自己本身也一直还在修学佛法 与诸菩萨而共同住 所以呢 就是他自己本身呢 都跟诸佛还有诸大菩萨呢 都非常的这种 就是很频繁的来往这样学习 所以善男子我此大众 有八万四千亿 哪由他 皆在此缘与我同行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就等于是说 很多的这个大众 就等于是跟他一起在修学了 所以这个地方 就是等于是说 很多的 很多的这个 同行 菩萨道的 都在这个 普庄严圆一起修行 那他们呢 也都在阿那多罗三秒三菩提呢 得到不退转 那其他的 众生 住此原者 一皆普入不退转位 就等于是说 对于发阿妙多罗三秒三菩提心呢 就不会退 不会退转 所以这个不退转 本来就是说 如果呢 他发心要去证什么样的境界呢 那么 如果中间碰到的困难 那么 他就自己呢 就放弃的往 他所发愿要成这个 果报的这个果位呢 去精进努力 那这里所要证到的就是 以最高的阿妙多罗三秒三菩提 为他所发愿的这种目标 那这里呢就是最高的了 那 善才童子呢 听了 这位修舍 优婆仪呢 这样子讲到他度化众生 还有呢 他受到诸佛菩萨呢 能够降临来为他说法 然后他自己本身在普庄园园呢 又有这么多的这种同行 的这种同道 在一起修学 所以善才童子呢 他就跟 这位修舍 优婆仪说了 他就说 圣者 发阿妞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为久尽耶 他就说你发了阿妞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你有多久了 这个以前的人问说久尽 有多久 意思就是有多久了 那修舍优婆仪呢 就回答善才童子 他什么时候开始学佛的呢 他说他过去啊 在兰登佛的时候呢 就已经修行放行了 而且呢 他对于兰登佛所教化的教导啊 他都努力精进的受持 学习 而且对兰登佛呢 恭敬供养 所以呢 他是从兰登佛的时候 就开始修放行的 兰登佛 是释迦摩尼佛 成佛授记的佛啦 是授记释迦摩尼佛成佛的 他是很久以前啊 如果以法华经来说啊 法华经里面啊 在续品的时候就开始要 释迦摩尼佛要说 妙法连华经的时候就开始放光啊 那么这个大地就震动了 所以那个时候呢 在座的弥勒菩萨 就是 就起疑问了 现在佛标要说哪一部经 怎么会这样子庄严放光啊 所以请问当场的文殊菩萨 就文殊菩萨就跟他讲说 实际上以前在兰登佛的时候 也有这样的时候 因为他要讲妙法连华经 所以在兰登佛的时候呢 实际上他是日月登明佛的 八个王子的最小的一个儿子 是这样 那兰登佛呢 当时就也是出家了 然后呢 他就是有八百个弟子 那八百个弟子里面呢 就是其中一位是弥勒菩萨 那就表示呢 这位修舍优婆仪啊 他跟释迦摩尼佛跟弥勒菩萨 在兰登佛的时候都是同学 八百个弟子里面都是同学 所以你看 弥勒佛就是未来佛 释迦摩尼佛成佛了 那修舍优婆仪 恐怕也是我们说 叫做等觉 等觉菩萨就是下一位将来就要成佛了 所以这个是大菩萨已经将近成就为佛的 这样的一个境界 所以呢 他已经修学佛法这么久了 然后呢 他又告诉善才童子 他说善男子 我一过去于无量劫无量生中 如是赤地三十六恒河沙佛所皆兴成事恭敬供养 文法受辞 尽修犯行 于此以往佛制所知非我能测 所以这个地方呢 他就是告诉善才童子啊 就是他最早的时候是在兰登佛的时候开始修行 然后呢 之后 赤地 就是之后呢 他又跟随过有多少位啊 三十六恒河沙佛所 像三十六条恒河这样的恒沙 有多少的沙 这样的树木的佛的地方呢 这么多耶 一条恒河的沙都无量无数的 三十六条恒河的恒沙 这等于是三十六个无量无数的佛这样的地方 他去学佛法 因为每一尊佛有每一尊佛的特色 他的所修行的过程 还有他所发的愿 所以他每一个佛 所以他等于是 比善才童子还参得超过多少 善才多少 五十三层呢 这位修舍优婆仪啊 他现在一讲 哇 这么多佛呢 他都揭西成事 成事就是说 他呢 都去为佛呢 服劳益 那佛怎么教导 他什么事情 他一定就是按照佛所说的去做 恭敬恭扬 然后呢 文法受持 所以 这样子呢 于此以往 佛至所知 非我能测 他说 可是呢 这么久了 因为 他还是尊重 成佛的这个佛的果位的智慧 所以说 他自己本身呢 也是说 那 如果说是以佛的智慧来说呢 那么 他还没有办法能够测知佛制 所以就表示说 他现在 已经很高的这样的一个境界啊 可是佛制他还是 就是没有办法测量到佛制 是这样 那这个也是修舍优婆仪 他的这种真实 而且 是非常的老实 很老实 这样子的呈现 那 这个部分呢 就是 表示呢 修舍 优婆仪他自己本身呢 过去的这样的一种 努力精进的修学 那 我们先介绍到这里 下一个单元我们才结束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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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今天我要带你们去的那个地方,绝对会让你们兴奋不已的。 哈哈,是吗?那我们拭目以待哦。 高桥,你知道的,我们不喜欢跟其他人一样,直到湖边钓钓鱼。 我知道啊,要在人烟稀少的溪流边垂钓,才能真正体会到钓鱼的乐趣嘛。 哈哈,还是你了解我们。 他们三人开车来到了山谷间的溪流旁,然后下车徒步沿着溪流走去。 接下来的路开车不方便了,我们得从这里徒步前进。 嗯,这里真不错。高桥,你真的很厉害哦,能找到一个这么棒的地方。 等一下,我们到了山上,那里的风景更美啊,还能看到一个大瀑布呢,非常壮观哦。 啊,要上山? 高桥,这里应该会有熊畜墨吧? 我们就这样上山,不会遇到什么危险吗? 怎么?石川,你害怕了?要是害怕,就留在这里吧。 害怕?我怎么会害怕呢?我们走吧。 然而,当他们走了好长一段路后,吉田突然发现前方的地面上竟然有熊的脚印。 喂,高桥,石川,你们快过来看啊,这里真的有很厉害的家伙耶。 吉田,怎么了? 你看这里,这好像是熊的脚印。 照这个脚印看来,是一只身材高大的熊啊。 石川,你看,这边还有小熊的脚印。 看来,不止一只小熊。 嗯,应该是两只小熊,而且个头不会太大。 嘿嘿,如果我们能抓到这两只小熊就好了。 高桥,你疯了吗? 抓小熊可是非常危险的事。 万一被母熊发现了,我们就都没命了。 哈哈哈哈,我只不过是说说而已,看你吓成这个样子。 好了,我们快找个地方钓鱼吧。 我们是来钓鱼的,又不是来抓熊的。 他们来到西边准备垂钓的时候,却发现,溪水上有一只很大的熊正在那里捕鱼呢。 你们看,这里不错吧? 我们就在这里钓鱼,怎么样? 嗯,这里环境非常好。 我看,就在这里钓鱼吧。 真好,这里安静又没人。 看来高桥真的没有骗我们呢。 鸡田,石川,你们看那里。 天啊,好大的一只熊啊。 刚才那个脚印一定是它的。 嗯,肯定是它留下来的。 你们看,西边还有两只小熊呢。 那两只小熊非常小的,小的仿佛一只手就能拿得过来似的。 它们满山的跟在某熊后面走着。 好可爱哦,它们看上去是那么小。 对啊,全身毛茸茸的,简直就像两只玩具熊。 怎么样,我们把两只小熊抓回去吧。 啊,高桥,你不是在开玩笑吧? 我是认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我看到这两只小熊就想把它们抱回家。 它们实在是太可爱了。 这两只小熊的确很讨人喜欢,可是你有没有想过,那只母熊是不好应付的? 嗯,我们可以悄悄地跟在它们后面,看看有没有机会。 如果没机会,那就算了。 高桥铁了心,想抓住那两只可爱的小熊。 鸡田和史川没有办法,只好陪着高桥,小心翼翼地跟着母熊留下的脚印,往西的上游走去。 高桥,你别走太快啊。 对啊,我们如果跟得太紧,会被母熊发现的。 放心吧,没事的。 突然,高桥停住了脚步,他看到那只母熊正横躺在前方的溪边睡午觉,而那两只小熊则在喝着奶。 怎么了,看它们喝奶的样子,真的好可爱啊。 我们看看能不能找个机会抱走小熊啊。 母熊就在那里,我们哪里会有机会啊。 这时,正在喝奶的一只小熊抬起头来,转身跑了出去。 于是,那个兄弟也停下喝奶,跟着追逐了起来。 而母熊则不管它们,只顾着呼呼大睡,不知不觉,两只小熊打打闹闹地离开了母熊的身边。 其中一只大概突然感到了不安。 急忙朝熊妈妈那里跑了回去,而另一只像是个胆大的家伙。 它蛮不在乎地沿着溪边走着。 怎么样,现在可以抓小熊了吧? 不行了,太危险了。 哪会危险啊? 母熊睡得死死的,现在正是下手的好机会啊。 不行,我们和母熊的距离太近了,可以等小熊走得更远一点。 我们再从后面把它抓住。 嗯,吉田这个主意不错。 过没多久,那头小熊来到了一个距离母熊很远的瀑布。 它正想要在瀑布下方的水边玩耍着。 现在机会太好了,怎么样,我们去抓它吧。 嗯,我们来帮你。 你看,高桥想抓小熊,想到都快疯了。 哈哈哈,他们朝着小熊翻抄过去。 此时,小熊发现了它们。 它发现我们了,别让它跑了。 把它逼到瀑布旁边。 它怕水,是不会跳进水里的。 这样我们就可以抓住它了。 嗯,好主意。 小家伙,你现在再怎么叫你妈妈也听不见的。 你还是乖乖地跟我走吧。 就在这个时候,传来了一声熊的吼叫声。 母熊此时正站在瀑布的顶峰掩石上。 哎呀,不好,是母熊的声音,它来了。 别怕,它在那里呢。 这么高,它应该威胁不到我们。 可不是吗?瀑布这么高,它肯定不会跳下来的。 对啊,我们赶紧先把小熊抓住再说。 突然,母熊大吼一声。 它对准瀑布下方的水潭一跃而下,跳入了水里。 天啊,它竟然跳下来了。 这样子,它会没命的。 没过多久,母熊浮了上来,被水流冲到了岸边。 它在岸边一动也不动。 它,它这是死了吗? 不知道,我看我们还是赶快离开这里。 对,对,我们快走吧。 小熊见到母熊后,立刻跑了过去,在妈妈身上来回摩擦着,并发出哼哼的声音,好像非常甘心。 此时,母熊缓缓缓地睁开了眼睛,然后用尽全力坐了起来,渐渐恢复了一些体力后,母熊就带着小熊离开了那里。 好伟大的母熊啊。 早知,她这样爱她的孩子。